本次视频给大家演示一下 Adeno程序的编辑编译上传以及运行 还不会使用Adeno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本次视频 接下来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程序的编辑编译上传以及执行 现在呢我已经打开了米斯奇的编程界面 第一步我先选择开发版的类型 为Adeno UNO 那么这个时候呢 由于我们要去输出一个Hello的字符串 那么我在控制的这个菜单下 首先选择处置化这个积木块 既然要去做一个字符串的输出 我们就要找到由于输出的这样的一条指令 我们使用这个串口打印这条指令 把它放到处置化积木块当中 接下来呢既然我们要输出一个Hello字符串 那么Hello它属于一个文本类型 所以说我们要在文本的这个录录下 找到字符串的这样的一个积木块 这个里边已经填好了Hello的这个字符串了 我们就不去修改了 那这样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程序就已经编写完毕了 那程序编写完之后呢 我们首先要对程序进行编译 点击这里的编译按钮 那么如果编译成功的话 我们会在屏幕的左下方看到编译成功四个字样 说明我们的程序没有语法性的错误 这个时候呢我们接下来要把程序上传到我们的Adeno当中 那么上传之前 首先我将我们的Adeno与电脑进行连接 连接完毕之后 我选择我这个Adeno对应的创口的编号 然后点击这里的上传按钮 如果上传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会在屏幕的左下方看到上传成功四个字 表示我们的程序已经上传到Adeno当中了 那么如何才能看到程序执行的结果呢 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点击这个地方的创口监视器 点击创口监视器 这个时候会弹出来一个新的创口 那么在这个新的创口中 显示出了Hello这个文本串 说明我们的程序已经正常的执行了 这就是我们的程序的编辑编译上传 以及运行的过程 在下次视频中 我将给大家介绍 程序从哪里来 中间做了什么 最后到哪里去 好 感谢大家的关注